现在我们身住的是强调的环街宅行 看家星今天身世,明显是街头行味 但街头行味太厉害了 我们可能较难去的地方 但是他们的小吃也非常出名 在这附近有一条环街宅行 老板集中了很多很多很多的 台湾特色的小吃 在一个地方,浓缩的小美食家,又可以 又可以,又可以,没有问题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感受台湾最街头旱味的东西 我们今天就要去吃一吃 高大上的街头旱味 是台湾人,是吧? 不是 是老板,是对吧? 老板,是台北人 要不要看 圆环,就是 在台北 对 你就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小吃,放到来这边 因为我小时候,在那边长大了 所以会怀念那些味道 广州找不到镇头 没办法,只要自己做的 想吃什么,每一种东西都是我喜欢吃的 我不喜欢吃我做的 用的黑糖就是台湾的黑糖 所有的酱油就是台湾的酱油 现在在吃的这个东西 是高贵版的套餐 这是鲁肉饭 肉粥饭 很好鲁肉饭 什么都好 不同的叫法 因为来到这里 你说有没有高大上的感觉呢? 对不起,是没有的 过来到这里就是日常的味道 好香好味 这种香料的味道很浓郁 要的就是这种酱汁的浓香的那种感觉 这么浓的酱汁去送饭 起码要送多两倍的饭才够 就是满足的味道 什么都不用说 如果你平时吃过其他东西 突然想试一下 很地道的台湾小吃 或者是很满足的感觉 这一口饭 绝对是满足到你的一口饭 就是这个 跟潮汁的蚝仔糯不一样 跟蚝仔糯不一样 酱汁跟这个是不一样 这个是鱼露 这种是泰式酸甜汁 酱汁 可能会抢了蚝仔糯的鲜香味 但也要试一下 有点像五楼炸蛋的香味 看起来这么过分的 有些东西出现 很滑 煎香的面 还有硬身的脆香 这个是十多元左右的价格 我觉得这店已经超出十多元价格的价值 是值得吃的 性价比是高 你看 有点蚝仔 这一口这么大 你经常过来这边吃吗 呃 不要用三 不要用三 我可 太吵了我整个人 这么漂亮的一位小姐姐 这边的性价比怎么样 超高 超高 你那边不好买 多少钱买 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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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分量比一个套餐还多 我觉得 那个仙餐很多 还有汇报 这也是仙草很好吃 是吧 你是哪一个平台的粉丝啊 就高中号 高中号 会不会经常过来这边吃 嗯 经常过来吃 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就很喜欢那个通仙草 跟那个香肠饭 你们有点香肠饭吗 没有 我们只吃了冰仙草 嗯 这个还不错 我这个刚吃了很多 谢谢 吃完这一餐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他们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三十多元 就已经吃得很饱 我们两个人六十多元 而且他们的确是可以将到台湾夜市的氛围 带到过来 横街扎行 很逼劫 但大家吃东西很开心 有很多种感觉 可以带到的 而且我们见到这个老板 其实很认真的 包括自己都会亲力亲为 去工作 对食材有一定的要求 他都会简选很多来自台湾方面的 地道一点的食材 我觉得可以是在这附近 吸引了这么多打工的族来的话 是的确有他的日常的一味道 到最后也呼吁大家 在不同的平台 关注我们品成记的微信公众号 到下方菜单 告诉我们 有没有好像他们这样 充满异地情怀的味道 我们一起分享 到最后多谢NFL对我们的支持 我是嘉昕 虽然这一餐街头汗味 但我觉得是不普通的街头汗味 拜拜